在海上的风力发电机 在台湾西部近海 不仅有发电重任 甚至有军事专家指出 这些发电机可以阻止 解放军登陆船团侵略台湾 离岸风场真的有嚇阻效果吗 根据军事专家分析 台湾西部海域离岸风场 占据解放军登陆船团 换成的搏地 迫使解放军必须避开离岸风场 暴露在我方炮火的时间加长 另外还可以在风机间 设置拦截网水雷炸毁风机 让巨大的扇液沉没水中 防止解放军登陆船团通过风场 不过专家分析 这是二战时期的传统做法 解放军早就已经有新战术 诺曼第四两栖登陆 基本上中共已经不打算采用 它为了要速战速决 主要是靠空降 还有直升机的空中机动 会有一批特选的部队 可能搭乘气垫船 异地孝敬船 才小群的方式 在台湾周边海岸多点登陆 不仅共军战法改变 光是两栖登陆 分析台湾海岸线 解放军攻台 两栖登陆将会以力折检 加入场 以及巴黎海滩 三处抢滩 更由美方专家评估 全台包含澎湖 十三处抢滩登陆点 离岸风场能阻止的范围有限 不过要登陆台湾 得先躲过台湾的火网 雷霆2000的强大火力 加上国军各式火炮 组成强大火网 阿帕基直升机搭配超级眼镜蛇 空中兵力更仍将 八公里外的敌军一一见面 一系列的反舟坡攻击 加上台湾海岸线 有销坡快 定制渔网等 早就是船团登陆的噩梦 离岸风场或许有些许 阻绝效果 不过战争开打 变化莫测 两岸都不敢打包票 能够百分百打胜仗 3d75李正道 陈阳好台北冲的岛